喵喵 来 大家好我是蒂姆多多 最近呢钱实在是花得太厉害了 我这里为什么有个这个 一会儿呢给猫咪玩了这么多玩具 一会儿呢又给猫咪买了这么多零食 不倒出来了太多了 这么多钱花在了猫身上 我老妈也没骂我 所以呢我又给我家猫买了 好多东西 今天这些东西呢是在网豆公主上买的 网豆公主呢是一个海淘的APP 这次呢我又给我们家猫咪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希望它们会喜欢 哦 露娜 首先呢 先从这个玩具开始说起 这个呢是一个儿童医生类玩具 就是它有一个凸起的看到没有 你随便把这个摁下去它另外一边会弹出来 而且是随机的 为什么买这个呢 是因为我家的佼佼是一只豹猫 它的智商排行呢在猫界里面排名第三 所以我打算先用这个小孩的玩具呢 来训练一下它的智力 佼佼 送你礼物啦 来 佼佼 玩起来 用这个秃的 对对对用力 佼佼还给我好不好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佼佼虽然不怎么会正确的玩这个礼物 但是它看起来还是挺喜欢的 那下一个呢就是这个指甲钳 因为我拍给猫剪支架的视频 又很多人有疑问 为什么你不用宠物专用的剪刀 而要用这个指甲钳呢 实际上呢我的指甲钳都是日本买的这些指甲钳 锋利无比 再硬的指甲都能 瞬间剪断 而且横切面非常的光滑 LUNA剪支架喽 剪支架 你看像我这个指甲钳是从小用到大的 所以熟练度是非常的高 给猫剪起支架来 像我这种粗人也不会剪到它的血线 LUNA 乖一点哦 尤其是这只猫很凶对不对 用那个大剪刀 我剪起来的效率肯定会很慢 它这个也可以说是非常接近于这个 这个宠物剪刀的锋利度了 那最后一个脚爪 剪掉就好了哦 快快快 最后一个 所以我剪过了哦这个 OK 还能收集猫咪的指甲 也不能会让指甲掉出来 而且这个指甲钳呢和日本买的价格差不多 所以碗豆公主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奶瓶了 大家不要误会啊 虽然你们都叫我叔叔 但是我并没有 没有小孩对吧 不过今天这个奶瓶呢 并不是给我喝的哦 哦不是 不过呢今天这个奶瓶并不是给小孩喝的 而是给我家猫猫喝的 哎呦 啊 这次我们把这个山羊奶对吧 改成猫猫最爱喝的这个鸡汤 现在去拿给两只大猫喝 让他们回忆一下童年的滋味 宝宝的感觉 来 来 来来 你怎么只舔啊 你带劲点 你像露娜一样咬一两口 不是啊 哎呦对 奶嘴是这样用的 对 哎呀 去去去去 滴下去的就不要再喝了 谁还不是个宝宝哦 跟奶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来 再喝一点 鸡汤啊 我等了很久了 好了那接下来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专门给猫玩的玩具了 一个是天蚕豆猫棒 还有一个面包超人玩具 我打包票我家猫猫一定会喜欢 这叫天蚕豆猫棒 哦 九九今天呢是过六一二章节了你看 一下子收获了两个面包超人的玩具 慢慢玩吧 好那接下来这个东西就省了 就是这个 猫咪模样的小海绵 养猫的人都知道 猫咪掉毛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像猫咪在掉毛季的时候 你抱它撸它对吧 衣服裤子上经常全是毛 你把这些沾了毛的衣服呢 拿进洗衣机里洗 洗衣机里呢也会被弄得全是毛 不断呢会塞住洗衣机 而且毛还洗不干净 这时候呢你拿出这个小海绵 丢进洗衣机里和衣服一起洗 哇好香啊这个 总的说还是挺干净的 说明我的洗衣机挺厉害的 对吧 我们来再看看这个海绵啊 哇这个海绵上的毛 各位看 大概是那件衣服的上面的 30%左右的毛吧 因为我们今天只洗了一件衣服 如果衣服多点的话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至于这个洗衣服的保洁香蜂呢 是我老婆买的 讲道理我很讨厌这个东西 因为放了擦会把我的衣服洗得特别的香 我一个臭男人 衣服搞这么香干嘛 还香得这么自然 受不了 下一个呢是我买给我们家露娜的 一个日本狮王的宠物牙膏 猫咪年纪大了 多多少少有点牙结石 所以我们要经常给猫猫刷牙 控制它的牙结石 哎呀你们两个怎么都来刷牙了 你看这黄黄的就是牙结石 看到没有 虽然我们会定期给它刷牙 缓解它的牙结石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呢 你看它还是会积累一定的牙结石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给猫猫刷牙 好我就来演示一下 怎么给露娜刷牙 这个就很奇怪了 露娜平常很凶 但是她刷牙不这么凶 就很奇怪 这个是狮王的牙膏 是纯天然的 我一般一直用这个牙膏给猫猫刷牙 来露娜 刷牙牙 奇怪 露娜也知道刷牙是对它好 所以不咬我 像平常咬死我了 那刷刷牙牙 叶叶叶叶叶 马上就好,再刷一花 OK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在网兜公主买到的所有东西了 铁好到后快都是正品 同类型里还便宜 新人注册呢 大家还可以在里面领取 1088元的优惠线 大家还可以在 网购公主的APP里 搜索我的专属命令 叔叔再见 可以随机利减1到100元 别忘了搜叔叔再见 再去购物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